通过刚才的点击 我们就会进入一个这样的版面 这个是树脉通给我们的版面 你看 请选择国家 那这些国家我们运费该怎么去算呢 来 我们看一下 首先 树脉通 它对国家的分类 跟物流给我们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不统一 这是搞得我们很多新手 在做运费模板的时候 头疼的原因所在 你要统一起来多好啊 对不对 一区 二区 三区 我们这边也一区 二区 三区 好了 一看 六区 抱有 七区 补多少 八区 补多少 它不是这样 它有它的一个体系 它把全世界的国家 按它的体系来分 然后跟我们的邮政呢 它的体系不一样 这就导致了 我们要把六区以内 邮政的所有的国家 在这样 在树脉通的体系里面 全部一个一个给它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报邮 再把七区 八区 九区的找出来 再看它要补贴多少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难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该怎么样去操作 怎么样去把 刚才我说的六区 前面的国家 在这里面 它按中来区别的 怎么样把它找出来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进入六区抱有图 这也就是新手的一个难点 我们看 首先看亚洲 刚才点击一下亚洲 就会出现这么多国家 因为是截图的原因 我们可能是看不到全部 只看到一部分 那么在亚洲里面 哪些国家 是属于六区以内的呢 来 我们就要看 把勾动的一些部分 把勾动一个一个去对 一个一个去对 这是个很辛苦的过程 那么作为你们一个新卖家 你们做这个事情 肯定会很痛苦 对吧 那么大卫老师 现在把六区抱有图 这个秘籍 全部给他做好了 你们到时候可以偷个懒 看见 大卫老师这边是勾哪些的 你也勾哪些 一个一个去对的来 我们看这张表格 先看亚洲 三半部分截图 哪些是打勾的 那说明没打勾呢 不在我们这个六区范围之内 我们再看下一节 下一张 你们看 上面又有一部分 对不对 又有一部分 我们是分段截图的 分段截图的 这就是亚洲 三张图面 把打勾的全部 给它显示出来了 你们就到时候按照这个图面 也同样去勾 就能勾出 在六区范围之内的国家 就免去了 你一个一个去对应 那是好辛苦的一个过程 曾经我就这么做过 竟然我已经辛苦过了 而且把这个都对应好了 那么就拿来给到同学们 你们只要对的 一次性到位 很轻松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亚洲要勾的 六区以内的 再看欧洲 欧洲的呢 这是打勾的 看到了 很整齐的 这边也是 但也有不打勾的 我们要注意 好 为了更好的了解 运费的设置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从PPT切换到 真正的后台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进入后台以后 打开运费模板 然后看中国邮政官号小包 右手边 自定义运费 点击进去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成了三大块 那么有包油的 还有补贴的 那么首先看 运我们最近的 这个包油的这一块 好 点击进去以后 我们看到 这边是 亚洲有一部分 白美有一部分 欧洲有一部分 大洋洲有一部分 也就是说 在六区范围之内的话 非洲一个国家都没有 南美洲也没有 刚才我们是截图的 所以现在我们点开看 很清楚了 在这里面 我们往下拿 会发现有很多的钩 很多的钩 那么包油的这个钩呢 颜色要深一点 颜色要深一点 那我刚才的截图里面呢 就直接是 三区 。 。 四区 四区 六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